啊 十八海关两一带 往前再等走 十七海关两一带 孟乐川慧眼独具 狂径一百万辆的羊沙 准备在大上海暴转一番 却不了消息提前泄露 引发上海沙价狂跌 绵沙崩石一触即发 一个声音又倒倒 趁着崩石还未发声 咱以十四辆的低价甩卖 至少还能保七成本钱 然后一走了之 大清国这么大 换个地方东山再起 另一个声音极力反驳 这么做的直接后果 就是加速上海免疫崩市 名下的瑞福祥日后 如何能在上海立足 如果不能在上海立足 又弹劾做一个大伤 进退两难之际 孟乐川把牙关一咬 做出了一个让全上海 乃至当时的全中国 都极为震惊的决定 当他把这个决定 透露给上海的师兄时 师兄也被深深的震撼 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呀 师兄佩服他的魄力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召集了上海棉杀界 所有的伤好大佬们 准备向他们宣布 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口 大佬们就群起公子 纷纷指责孟乐川 扰乱了上海的棉眼 骂他不是上海人 才不管上海死活 他就是当年的红中烟 剑子清醒 师兄大吼一声 怒骂在座的各位 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说话不分轻红皂白 殊不知自己的师弟 接下来要做的决定 需要何等的破裂与胆气 我得知他的想法 我被深深的震撼 大佬们一白手 我们才不管这些 有话说有屁放 大家都还忙着呢 孟乐川也不废话 直接把众人领到了 村主棉杀的大仓库 除了已经运往山东的 一万弹棉杀之外 剩下的五万弹全在这了 折合一百万海官粮 为了不让这五万弹棉杀 流入到上海的市场 损害到集体的利益 他依然点紧了火把 销毁个人的全部利益 一百万两给赠福少爷 少爷 一百万海官粮 相当于一百一十万两白银 最高相当于如今十个亿 这是孟家几倍人 攒下来的全部家业 就这么复之一去 看得人震撼不已 孟乐川双眼勤泪 亮亮呛呛后退好几步 两眼一黑昏睡过去 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 女人心疼地守候着 这个全上海的大英雄 眼里满是爱恋 醒来的孟乐川调侃道 有晕倒的英雄吗 英雄也是人呢 烧着他的心头肉 他能不疼吗 看着女人善解人意 孟乐川安慰他道 其实自己烧掉的 并没有一百万罕官两 充其量就是五十万 女人纳闷了 明明是亲眼目睹 棉纱全部被烧 又怎么会是五十万两呢 孟乐川神秘一笑 说如果自己不烧 按照现在的行情 充其量也就能卖五十万两 另外五十万两 早在进货时 就已经赔没了 所以较真来说 是烧了五十万赔了五十万 但却让自己获得了 此生难忘的宝贵经验 更重要的是这么一烧 彻底搭响了瑞福祥 在大上海立足的招牌 这么一算还赚了呢 事实证明 孟乐川的决定是英明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 整个上海都在流传着 关于一代大商的传说 孟公子啊 你那把火 可是大商家的器杀呀 各位看乖老爷们 如果这是在你身上 你也会一把火全烧了吗 不管你怎么样 反正叨叨我是不会的呦 听从头看出来的 移民之间 谢谢看到了 让我看得了 那么一张 我们先不介意 我们先不介意